一年前 表妹爬上了我初恋男友的床 明天这俩人结婚 她还特意发消息过来 邀我参加婚礼 姐姐 我向你道歉 我知道你还怪我 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所以哪怕你那样对我 明天的婚礼 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所以 你会来吧 对 对了 你生日快到了吧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我看了一眼 没回 埋头改策划 过了一会 她又发了条语音 这次我连点开都懒得点开 但没想到 五秒之后 我姑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我策划做到一半 累得头脑昏沉 没多想就按了接听 可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 我姑的质问声 就从电话那头传了出来 小语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亲戚 你有必要这么逼甜甜吗 她好歹也是你妹妹 明天就要结婚了 你闹这一出干什么啊 周恒跟你分手 那是她不喜欢你 你俩缘分已尽 还有什么必要接着纠缠 你非得把甜甜跟周恒的婚事搅黄了是吧 这话噼里啪啦的砸过来 可我满脑子都是数字表格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不是 您能不能先听一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姑语气不善 别装傻了 你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婚礼现场都布置好了 可因为你 甜甜现在连婚都不想结了 你说你做的什么念 估计电话开了扩音 那边的背景音嘈杂 是啊 小语 你是懂事的孩子 就别叫这个真了 说这句话的是我大伯 小语 你跟甜甜好好说说 别真的说不结婚就不结了 我妈也在 我皱眉 她结不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表妹断断续续的 啜气声传了过来 妈 你别怪表姐 都是我的问题 本来就是我做错了事 如果得不到表姐的 原谅和祝福的话 那我还有什么脸结婚 可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简直是捅了马蜂窝 一众亲戚朋友都开了口 劝我赶紧原谅唐田 别再斤斤计较 我妈 表姐 姑父 家里的各路亲戚轮番上阵 电话轰炸 劝我赶紧懂点事 回去参加唐田的婚礼 别真搅黄了婚事 闹得太难堪 又来了 明明是她找事 可最后却搞得好像 我才是犯了大错的罪魁祸首 而且我实在不相信 唐田她费尽心力地爬床 会舍得不跟周恒结婚 所以对这场婚礼 我没有一丝好感 压根懒得露面 可我妈的话 我实在不能不听 下了飞机 我累得晕头转向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被我妈拽到了新娘休息室门口 她苦口婆心地劝我 跟唐田好好聊聊 当初的事情 过去就算了 别影响亲戚之间的感情 之后扔下我就走了 平心而论 这场婚礼办得很隆重 订的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酒店 陈设豪华 装饰用心 连新娘休息室都有一间教室那么大 但这也不稀奇 毕竟周恒家里有钱 是个小夫二代 不然当初 唐田也不至于那么努力地想爬上她的床 把我取而代之 我推门走进西市 但发现表妹唐田并不在 偌大的休息室里 只坐着一个穿伴娘服的女孩 她看到我之后眼前一亮 直接跑了过来 你好 你是新娘的亲戚还是朋友 问得没头没尾 但我还是打了话 我是她表姐 太好了 得到这个答案 她面露喜色 不由分说地把一个盒子塞到了我手里 这个您帮忙拿一下这个 这是新娘的婚戒 得等举行仪式的时候得交给思怡 暂时放在我这保管 但我尿急 憋得不行了 伴娘服又没有口袋 但戒指挺贵的 直接放在休息室 我实在不放心 您能不能帮我拿一会 我马上就回来 女孩说话很急 而且面露难色 还时不时打个冷战 看起来确实憋得难受 不像撒谎 而且只是拿下戒指 举手之劳 我确实没理由拒绝 见我答应了 那女孩面露喜色 连连道谢的 把戒指盒塞进了我手里 之后人就跑出了休息室 我看了一眼那个戒指盒 之后就把它收进了我的胯包里 屋里只剩我一个人 索性坐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 但还没过多久 门就被人推开了 吵嚷的说话声有远及近 我转头 看到门口走进来了一大群女孩 都穿得十分鲜艳 其中不少都是亲戚 而且是我们这一辈的同龄人 我那表妹唐田 也在其中 估计是为了方便行走 所以婚纱还没换 她穿了一身红色旗袍 脸上妆容精致 被人围在正中心 笑得春风得意 看到我之后 她明显愣了一瞬 但很快就堆出了一个笑容 表姐 你来了呀 我还以为你工作太忙 所以来不了呢 她虽然表情变化迅速 但脸上虚假的笑意 实在不难分辨 我瞥了她一眼 你会不知道我要来 不是你说 我不到场 你就不结婚 所以逼我回来的吗 她似乎没料到 我这么不给面子 眼底闪过厌恶 小雨姐 你误会了 我没有逼你 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你 所以想跟你当面道歉而已 你要是这样想 那我 算了 我不用你道歉 我起身拿包 懒得等她演完这出戏 而她站在原地 楚楚可怜的表情 瞬间僵在了脸上 旁边围着她的人群里 有人开口 陈宇 你有完没完啊 甜甜已经很愧疚了 一直想着跟你道歉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 说话的是我小舅家的表哥 大我两岁 几个还在读大学的表妹也开口 是啊 陈宇姐 你跟周恒哥哥没有缘分 分手也就分手了 能不能和平一点 别纠结了 唐田开口阻拦 别 你们别怪小雨姐 都是我的错 可她这话一出 无异于拱火 众人更是群情激愤 夸赞唐田的温柔贴心 指责我的斤斤计较 好一出大戏 嗡嗡声吵得我头疼得更加厉害 我实在懒得应付这些 只当没听到 起身往外走 唉唉 你干嘛去 我们话还没说完呢 什么人啊 一点礼貌都没有 她脾气一直很怪 我听表姑说了 她跟周恒哥分手之后 好像一直没找到男朋友 是啊 躲到外地了不起吗 装什么装啊 看到我落荒而逃 唐田的表情十分得意 站在人群中央 颇有点耀武扬威的意思 我走到门口 刚好遇到拎着婚纱的造型师走进来 他手上的化妆箱撞在我腿上 肩脚撞得我差点摔倒在地 可他却只是瞥了我一眼 随口说了句 抱歉 这人我认识 是唐田的闺蜜 以前就总是帮他对付我 新娘 换衣服了 身后很快响起了惊叹声 甚至没人问我一句疼不疼 哇 这是限量款吧 这个牌子的婚纱都是定制手工的 一颗扣子都要上百块 是啊 田田姐真有福气 不光一枚戒指就要五十万 现在连只穿一次的婚纱都买了这么贵的 唐田洋装谦逊的说着没什么 可摆明了相当享受众人的工尾 钻进市一间钱 甚至还抽出空瞥了我一眼 眼神洋洋得意 看样子他特意逼我回来 目的也就是想当面羞辱我罢了 唯一却一拐的出了休息室 到外面的大厅里待着 有不少亲戚都到了 聚在一起聊天 我不擅长应付这种场面 找个角落待着 只想仪式一结束 就立刻离开 却被我故意把拽住了袖子 往人群中间扯 哎哟 这不是小雨吗 你这在外地工作 有大出息 平常就见不着 可这好不容易回来了 怎么都不跟长辈们打声招呼呀 你爸妈没教过你吗 他笑咪咪的 可说出的话 却攻击性十足 显然是在报复我昨天挂了他电话 其他亲戚看出来 出声打圆场 小雨回来了 工作这么辛苦 还特意抽时间回来 快坐下 是啊 吃点东西 休息一下 婚礼等会就开始了 有人把果盘往我面前推 可还没等我伸手去拿 我姑就开了口 怎么不把男朋友也带回来啊 挺热闹的 我还没音声 我姑就又说 哎哟 不会是还没找到男朋友吧 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过完年就二十六了 也该谈一个了 虽然像周恒那么好的不好找 但你也该认清楚自己的条件 放低点标准 我听见这话也来了脾气 刚想出声 就被我妈拽了我一下 叫我别跟我姑计较 随后现场音乐一高 盖过了众人的说话声 而且全场关灯 只有舞台上灯光明亮 婚礼开始了 请各位宾客回到原位 我姑听到这话 面上一喜 也顾不得再找我麻烦 转身走了 台上 四翼已经拿起了话筒 西装革履开始一事前的简单介绍 之后大萤幕播放两人的恋爱MV 视频画面唯美 也算得上灯队 可我一看到那张渣男的脸 就觉得实在恶心 低头玩手机 却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一个慌慌张张的伴娘站在我身边 问 你好 新娘休息室的那个钻戒 是不是在你手里 你能不能还给我 等会要用 因为有背景音乐的声音 所以这女孩刻意放大了音量 因此周围的好几个亲戚都看了过来 我这才想起 确实有这么回事 那女孩要上厕所 叫我帮忙拿着戒指 后来一折腾 我倒把这事忘了 再呢 我说着话 从包里把戒指盒掏出来 递给了她 那女孩接过去之后 却没道谢 而是直接拿着戒指盒 跑回了舞台方向 婚礼步骤继续往下进行 有条不紊 司仪在台上宣布 下一项就是交换戒指 伴娘和伴郎把戒指盒递过去 可就在戒指盒打开 一瞬间 台上却出现了一阵骚乱 伴娘僵住了 表情讶异 而司仪这时直接开口 问 怎么回事 戒指怎么不见了 现场静了几秒 都在盯着台上 连我也抬起了头 那司仪转头问 穿着伴娘服的女孩 怎么回事 戒指呢 怎么就剩下一个盒了 那伴娘却表情惊恐地说 我不知道啊 本来戒指就放在休息室里的 后来我们出去化妆 休息室里就没人了 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休息室里只有甜甜的表姐在 然后 然后我觉得是她拿走了 去劝她交出戒指 她给了我还松了口气 可是 我实在没想到 她会给我一个空盒子 对了 戒指一定还在她身上 因为这一句话 全场的视线都聚集到了我身上 我本来在做着看戏 猛地被众人盯着 也愣在了原地 这人什么意思 她说是我偷了戒指 我没拿戒指 可当时我们都出去了 休息室里只有你一个人 而且如果不是你拿的 那戒指和你怎么解释 那伴娘说完话 还不等我反驳 台上的表妹 就举着话筒开了口 小雨姐 我知道你还在怪当初 阿恒跟你分手 选择了和我在一起的事 你现在还放不下她 很不甘心的 想捣乱我们的婚礼 我都能理解 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先把戒指还回来 我不怪你的 台上的人句句温柔 可确实连证据都没有 就直接坐实了我偷她戒指 而我跟那周恒的事 当年也有不少亲戚知道 此时大家都开始怯怯私语 并对我指指点点 怎么回事 戒指没了 谁拿的 唐田表姐 听说周恒是她的初恋 两人当时分了 这女的到现在都没放下 所以才跑过来偷戒指 我也听说了 昨天这女的就在坐腰 差点闹得唐田婚都结不成 这么一折腾 婚礼早就中断了 音乐掐断之后 唐田更是直接带着两个伴娘 走到了我身边讨要戒指 我昨天熬夜加班 头本来就头疼得厉害 起身想反驳 可却不知被谁推了一把 亮呛着眉站稳 本该照着舞台的追光 也戏谑似的打在了我身上 更显得我十分狼狈 戒指盒是你的伴娘给我的 她说要去厕所 让我帮忙拿一下 可这话一出 站在台上的两个穿着伴娘裙的女孩 却琪琪摆手 说 没有啊 我们没拿过戒指 不是我给的 对面一共就两个伴娘 琪琪望着我否认 仿佛坐实了 是我在撒谎 我深吸一口气 压住烦躁 在她俩人脸上 看了一圈 继续解释 不是这两个 还有一个短头发的伴娘 是她给我的 可听到这话 表妹却皱眉 可是 我的婚礼 只请了两个伴娘 没有短头发的啊 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差点被气笑了 什么叫只有两个伴娘 那我刚才在休息 是看见的是什么 鬼吗 还有一个伴娘 我在休息看到了 不信你们去查监控 表姐 你在说什么啊 你找借口 也找好一些吧 我就这两个闺蜜 给我当伴娘 都是昨天就过来的 哪还有第三个人 旁边的人也纷纷附和 说确实只来了两个伴娘 唐田凑近了一步 表情十分委屈地开口 小雨姐姐 我知道 周恒哥是你的初恋 当年他跟你分手追求我 让你觉得不甘心 可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呢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啊 一辈子就这一次 我真的只是想好好的结个婚 说完这话的时候 他眼眶已经红了 旁边周围的亲戚 也都开口劝说 别哭啊 这么好看的新娘子 是啊 田田你别急 戒指没不了 婚礼肯定还是能继续的 可等到看向我的时候 眼神可就不那么友善了 小雨 舅妈说句公道话 这感情的事抢求不得 而且你跟周恒也分手挺久了 现在闹这一出 确实不应该啊 小雨 好好的 把戒指还给田田 有什么事不能等婚礼结束再说 无一例外 所有人都在怪我 不该拿他戒指 我简直百口莫辩 连我妈都站在旁边 小声催促道 闺女你别闹了 这么多亲戚朋友都在 闹得这么难看不好 我气得连说话都在发抖 妈 我没拿他戒指 真的没拿 是别人把戒指盒交给我的 怎么连您都不信我呢 我妈表情犹豫 被我姑拽到了一边 小雨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一点礼貌都没有 这么大人了 也该懂点事 快把戒指拿出来 别真耽误了婚礼 没人信我 我索性也懒得再解释 起身推开这些人 在人群里寻找 毕竟戒指盒是那个短发伴娘给我的 只要找到那个女孩 事情也就清楚了 可我在会场里转了好几圈 竟然还真没看见那个短发的女孩 怎么回事 她难道躲在后台 我起身 想再去休息室里找一遍 可却被小舅家的表哥拦下了 她力气大 抓住我的衣领 拽得我一个猎牵 你要去哪啊 戒指不交出来 别想走 我去找那个给我戒指盒的人 她却冷笑一声 放屁 我看你是想去销赃 那个戒指可值五十万 你偷偷藏起来卖掉 不久占了大便宜 挽着唐田胳膊的表妹 也出声附和 是啊 我们可都没看到你说的短头发伴娘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再说一遍 我真的没拿那个戒指 得了吧 不是你是谁 刚才在休息室里你态度就不对 都把田田姐弄哭了 众人把我团团围住 你一言我一语的批斗 更有甚者还准备搬我衣服 准备搜身 我艰难对抗 姿态狼狈 实在没了耐心 都别碰我 哎 你什么态度 凶什么凶啊 就是 你赶紧把包交出来 不然谁知道你是不是准备转移罪证 得了 直接把她按住 把包和外套抢过来不就行 反而是唐田出声 拦在我面前 挡住了那几个要抢我包的人 哎呀 你们别打了 别这样对小雨姐 大家都是亲戚 真没必要闹成这样 一家人哪有报警的道理 小雨姐 你要不还是把戒指交出来吧 我真的不怪你 她这话说得处处贴心 要不是我根本没拿过那枚戒指 可能真会被她感动到 我压住情绪 又重复了一遍 唐田 我没拿你的戒指 可话还眉眉说完 挡在我身前的唐田 却忽然尖叫了一声 然后朝着地上摔了下去 周恒冲过来 把她抱进了怀里 田田 你怎么了 之后愤怒地瞪着我 你怎么回事 田田帮你说话 你还推她 你这人怎么这么恶毒 众人听到这话 更加义愤填膺 说话就说话 动手干嘛 小雨 你怎么变这样了 这么不讲理 可明明 我连碰都没碰到唐田一下 戒指交出来 不然我们真的报警了 没必要跟她废话 直接搜身就得了 她这样 恐怕早把戒指藏起来了 搜身肯定找不到 众人七嘴八舌地推嗓 搞得我脑袋更是疼得厉害 我索性直接扔了手上的包 够了 有完没完啊 你们要是不信 现在就报警 哎 你什么态度呀 偷了东西还敢这样说话 就是 好像谁不敢报警似的 唐田刚被人扶着站稳 却红着眼眶开了口 别 你们别逼小雨姐了 如果她真的没头的话 那我相信她 戒指或许就是不小心弄掉了 我们找找吧 小雨姐 你说的那个伴娘在哪里呀 你要不描述的再准确一点 我们帮你一起找 众人听到这话 皆多我怒目而视 显然哪怕唐田这么说了 也没人真的愿意帮忙 反而都在对着唐田抱怨 田田 你就是这样 太善良了 要是现在把她放跑 她肯定会把戒指藏起来 到时候再找可就难了 我索性推开这些人 直接跑进了新娘休息室 可没想到 我把整个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能找到戒指的下落 更没找到那个给我戒指盒的女孩 再回到大厅 众人说的话就说的 更难听了 更有甚者直接逼我转账 把五十万还给唐田 我顾不上休息 起身直奔监控室 哪怕戒指和人都找不到 可之前那会的监控 总不会说谎 起身往外走的时候 我还能听到唐田在身后说话的声音 好了 大家也别逼小雨姐了 她还单身 看到我跟横哥的婚礼肯定不开心 我相信等她想通了 就会还我戒指的 唉 我知道姐姐放不下横哥 我叫她回来就是想和解的 给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 但实在没想到 她会做出这种事 大概是我太天真了 不该奢求她的祝福 田田你别自责 你能有什么错呢 明明是陈宇这个人太小肚鸡肠 我加快脚步 把那些阴阳怪气都抛在了身后 酒店的保安室在二楼 房间狭窄 里面有一个保安 正翘着腿 坐在屏幕前刷小视频 见我进来才收起了手机 问 唉 你谁呀 这是保安室 谁让你进来的 我说 我要查监控 有人在你们酒店里丢了东西 本以为很轻易能做到的事 却没想到会被保安一口回绝 去去去 酒店的安保系统都是要保密的 你以为能随便查吗 可是有人在这丢了东西 丢了东西总得找吧 那不行 这监控都是老板说算的 我不能做主 见状 我也十分头疼 只能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块钱出来 放在了桌上 大哥您帮帮忙 我是真的很急 却没想到 那钱又被推了回来 不行 有规定 保安神情冰冷 不为所动 可这监控我又必须要查 只能开口 进一步放软了语气 大哥 您就帮帮忙吧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结果被人家诬陷偷东西 现在他们让我赔钱 可我根本没拿 见我可怜 保安脸上表情松动 一脸纠结 但过了会 还是压低声音跟我说 妹子 其实不是我不想给你查 其实是我们这酒店老板为了省钱 根本就没装监控 你看那楼道里的摄像头 其实都是假的 就是个壳子 我皱眉 倒是没想到这种可能 没有证据的话 恐怕连报警都说不清 可我视线撇到保安面前的桌上 却看到屏幕上人来人往 画面不像是作假的 那这个呢 这不是监控吗 嗨 老板鸡贼 就装了两个摄像头 一个在大门口 另一个在后厨小门 这俩倒是真的 我低头思索 之后咬牙说 这个也行 我就看看门口的监控可以吗 保安略思考了一下 到底点了头 可以 不过那假摄像头的事 你可别跟其他人说啊 不然我这工作可就保不住 行 我给你保证 说完 保安便帮我把酒店大门的监控画面调到了今天早上 表妹结婚 酒店指定了今天一天 那女孩如果能出现在新娘休息室里 那必定要经过大门 我胸有成竹 可把监控反复看了好几遍 却依旧没有看到那个人 怎么回事 我不甘心甚至把查找范围拉长到了前天早上 还掉了倍速 一针一针的暂停 但依旧没找到那额个给我戒指盒的女孩 可人还能凭空蒸发了 保安在旁边看着 也问我 妹儿你想找谁啊 确定大门真拍到了 别是弄错了吧 我摇头说 不可能 那个把戒指给我的女孩 哪怕现在我找不到 那也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藏在酒店的某个角落里 要么就直接离开了 而这两种情况 无论哪一种 我都应该能在酒店的大门口 看到她出入的监控才对 可保安已经在收拾东西了 说 妹儿啊 时间不早 我们该下去换班吃饭了 你要不等会再看 五分钟 您再给我五分钟 我还是不想放弃 可这段监控看了好几遍 哪一秒有哪个人经过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忽然 看到一个提着菜框的人走出来 我觉得奇怪 之前并没看到这人走进去的画面 那他是从哪进去的呢 我暂停问保安 保安这才告诉我 说 这是给我们酒店送餐的人员 他们平常他们进货的时候 为了方便搬运直接走的后门 那便离仓库近一点 今天结婚的那家客人 还有人来问过呢 问酒店有没有什么小门 我迅速抓住了保安话里的重点 您说有人来问 是什么人 就一个女孩 个子不高 穿一身旗袍 今天在唐田的婚礼上 穿了旗袍的只有她一个人 逼我参加婚礼 空着的喜娘休息室 消失的戒指 一切串联起来 我思路前所未有的清晰 很快就猜到了一种可能 唐田他 还真的是没安好心 我压住情绪问保安 后厨那边的监控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 并掏出一百块钱放在桌上 当您换班 这钱请您吃饭 收了钱 保安很爽快的 帮我找出了后门的监控画面 而这一次 我毫无意外的就找到了那个女孩出入的画面 就在我来到酒店前后 那女孩穿着一身伴娘服 脚步轻快地穿过人群 从后门溜了出去 途中还有意避开了人群 而我的表妹唐田就站在不远处 目送那女孩出去后才离开 监控模糊 但我依旧看到了她脸上不怀好意的笑脸 我全明白了 而且刚刚婚礼上 那些不对劲的情况 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刚发现戒指丢了的时候 众人一股脑地围 上来指责我 有人要搜身 还有人翻我的手包 可唐田却毫不在意 甚至出言阻拦 在之后矛盾激化 婚礼终止 有人闹着报警 可作为丢了戒指的人 唐田却丝毫不担心 反而神态轻松地看戏 仿佛根本不想把戒指找回来 只想看我出丑 现在想想 她那套报警会闹将亲戚关系的说辞 实在假得离谱 明明不敢报警的人 是她自己才对 因为她跟清楚我没拿过戒指 警察一介入 她的诬陷很有可能会露线 后门的监控角度特殊 拍到了不少门口的画面 我看到监控里 那女孩从后门出去之后 直接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而那辆面包车 现在还停在路边 并没开走 车里的女孩也没离开过 我心中的计划渐渐成型 我没惊动任何人 谢过保安之后 就顺着后门走了出去 当年的事 我本来不想计较 可她欺人太甚 使出这种肮脏手段 那就别怪我反击了 很轻易就找到了那辆面包车 门关着 我直接敲了一下车窗 过了几秒里面才有人出声 烦躁地说了一句 谁呀 之后车门打开 一个人探出头来 短发 唇边有一颗痣 正是之前在新娘房里 把戒指盒递给我的女孩 她看到我就是一愣 下意识就缩了回去 要关车门 但却被我直接拦下 她慌了神 你谁啊 别挡着我的车门行不行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怎么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起开 乱开人车门 小心我找人打你 她矢口否认 可眼神里分明藏着慌乱 我说 看来你记忆里不太好 那我就帮你回忆一下 刚刚在休息室里我们见过 你当时说 要急 把唐田的婚戒交给我保管 但其实 那盒子根本就是空的 里面没有戒指 对吧 女孩神色慌乱 避开了我的视线 你 你别胡说 我没见过你 压根都不认识你是谁 我说 行吧 既然这样那我报警算了 反正我刚刚已经去过保安室 拿到你给我戒指盒的监控了 看到我真的掏出手机 那女孩果然慌了 一把按住了我的手说 别 姐姐 姐姐你别报警 我偏头看她 怎么 想通了准备告诉我了 她到底点了下头 叫我上车 之后开始解释 这一切果然都是唐田的计划 她跟周恒结婚在即 可对方出轨 把办婚礼的钱拿去打赏主播 结果根本买不起唐田想要的那枚戒指 婚礼预算也大大缩水 可唐田不甘心 偏要打肿脸充胖子 既要买最贵的对戒 也要最奢华的婚礼现场 周恒给不出钱 两人整日争吵 唐田为了维护自己嫁给富二代的表象 这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那就是不用买戒指 把所有钱都用来办婚礼 然后用一个空的戒指盒 玩这么一出丢钻戒的假象 而我 恰好就是被她选中 用来背锅的倒霉蛋 毕竟当年她爬上周恒的床 我手里是掌握着她俩出轨证据的 哪怕我没有追究 她也依旧心虚 进而将这些心虚 转移为对我的恨意 这场闹剧 既保住了她的面子 又能看我当众出丑 简直就是一时二鸟 而这年轻女孩 其实是化妆师助理 唐田花钱雇的 收了她五百块钱 就答应扮演她的伴娘 把戒指交到我手里 之后再从后门消失 叫我被诬陷之后口说 吴平 怎么都解释不清楚 女孩说完这些 低着头不敢看我 表情十分心虚 姐姐 我其实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她给我钱 我就照做了 真的 不信你听 当时的情况我都录下来了 我挑眉看这女孩 倒是有些意外 你还知道要录音 那女孩挠了挠头 甘霸说道 我听说那戒指不少钱呢 我怕万一闹大 别真闹到派出所去 这种是违法 要坐牢的 姐 我把情况都告诉你了 你不会报警抓我吧 女孩脸上表情色缩 我沉一片刻 开口 这件事事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可以的 你说什么忙 那女孩迅速应声 回到婚典礼现场 参加仪式的亲戚已经散了 只剩下一些比较亲近的亲戚 三三两两聚在一团 刚走进去 一个表弟就白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的开口 哟 还有脸回来呀 我们还以为你是畏罪潜逃了呢 就是把人家的婚礼搅合成这样 结果自己跟没事人似的 甜甜管他叫表姐 请他参加婚礼 想兵士前嫌 可真是太高估他的人品了 我笑笑 只当没听到这些嘲讽 竟直朝唐田走了过去 说 唐田 把你的婚礼搞砸了 先跟你道歉 或许那戒指真是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要不这样吧 我把戒指赔给你 不过你放心 你跟周恒的事 我早就放下了 也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们 所以希望这事你也别放在心上 咱们和姐 你说行不行 唐田脸上表情一僵 十分意外 似乎在揣测我的目的 但在众人的注视下 又不得不维持自己宽宏大量的人设 可 可以啊 我本来就不怪你的 小雨姐 我继续开口 抬高了音量 现在唐田的戒指丢了 我临时再去买一个也来不及 那我直接把钱赔给他 大家看行不行 这话是对着周围的亲戚说的 刚刚闹得最凶的表弟 率先开口 你要是给出不戒指 当然是要赔钱的 众人也都点头附和 似乎都认可了这办法 我见状 朝堂填走过去 说 那行 你把小票给我吧 我按照小票上面的价格 给你照价赔偿 表妹一愣 表情茫然 什么 什么小票 我说一字一句的说 戒指的小票啊 戒指丢了 可购买小票总有吧 或者没有小票 付款记录应该能查吧 我赔偿可以 但至少也要按照购买价格是不是 毕竟这戒指从头到尾都没人看到过 只凭你嘴上说是哪一款 实在不怎么可信 表妹这才回神 脸上闪过慌乱 反而是一直站在她身后的周恒 忽然冲出来把她挡在了身后 愤怒地盯着我说 陈瑜你至于吗 怎么这么招人厌恶 你愿意赔钱就直接赔 在这阴阳怪气暗示什么呢 你是偷了东西要赔偿 当商场采购呢 还得给你开票 我懒得理会周恒的挑衅 情绪稳定的看向一众亲戚 哪怕大家都是亲戚 但涉及金钱的事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毕竟50万不是小数目 亲兄弟都要明算账不是 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我想看看消费记录 然后再赔偿 这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看看消费记录也不是不行 毕竟50万的确不少 当了多年会计的舅妈 开口附和 其他亲戚朋友也开口 劝唐田把消费记录给我看看 小票丢了就丢了 但是付款记录应该还能查到 这种东西 看一眼也没什么事 甜甜啊 给你表姐看看呗 现在东西丢了 连报警都得备案价格呢 可在众人的催促下 唐田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站在原地支支吾吾 我心中冷笑 眼看他有一糊弄 索性直接开口 问 你拿不出小票 不会根本就没买戒指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胡说行不行 唐田瞪了我一眼 但声音太小 明显底气不足 我回视他 问 我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要不这样吧 我给大家伙听段有意思的录音 说着话 我朝对面的舞台摆了一下手 原本被关了的音响重新开启 只是这一次 里面放的却不再是婚礼进行曲 而是一段录音 唐田跟那化妆助理的声音 清晰地传了出来 我给你五百块钱 等会我带着大家伙出去 你就假装尿急 把戒指交给照片上这人 知道不 唐田姐 可这盒子怎么是空的啊 唐田冷笑一声 要的就是空的 不过这个你就别管了 跟你没关系 你把盒子给他之后 就能走人了 记得 还是从后门出去 别叫别人看到 好的 录音戛然而止 早在刚刚 我就让那个女孩 把她手机上的录音 接到了现场的音响设备上 而在这段录音里 唐田则亲口证明了 是他贿赂化妆师 来诬陷我偷戒指的 其实录音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唐田就察觉了不对 想冲上去终止录音 但无奈 被人群堵在原地 没能成功 这段录音放完 大唐里的亲戚们 神色都十分微妙 就连原本坚定支持 唐田的那几个表弟表妹 也悄悄跟唐田拉开了距离 而唐田则彻底黑了脸 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 冲过来就要挠我的脸 这都是假的 是你伪造的 你想骗大家一起害我 陈宇我杀了你 他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 哪怕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是不想接受现实 你们都别相信他 这录音是伪造的 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 你之前出去那么长时间 说不定就是为了伪造证据 可哪怕如此 大家也都不是傻子 旁边围观的亲戚朋友 也再没有一个人肯为他说话 所以更显得他疯疯癫癫 像个小丑 而唐田崩溃 周恒拿钱打赏主播的事 眼看周恒拿钱打赏主播的事 恐怕也很难瞒住 所以他也变了脸色 跳出来挡在唐田面前 开始质问我 陈宇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你到底有完没完 当初老子甩了你 你不甘心 就伪造这种录音抹黑甜甜 你见不见啊 我冷冷地盯着他 只觉得好笑 我跟周恒是彼此的初恋 初中在一起 大学毕业那年订得婚 曾几何时 我真以为这人就是我未来人生的伴侣了 可没想到 就在我生日当天的晚上 他跟我说工作太忙 没法陪我庆祝 可其实是跟我的表妹 滚到了一张床上 我当时是恨的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甘心 总觉得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够有魅力 自责 甚至自我怀疑 可我此时 看着这张嚣张跋扈 又显满心虚的脸 忽然就是燃了 这个人 也不过如此 当年的事 我没错 也不该怪罪自己 不过因为一时不幸 遇到了垃圾罢了 毕竟垃圾一直都是垃圾 只不过因为摆在身边 所以看不清他的糟糕罢了 现在作为旁观者 反而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说 周恒 你来得正好 那我们就再听一段录音吧 这录音还是你失误发给我的 我留了挺久 一直觉得挺占内存 本来没想放的 毕竟人吗 被狗咬了一口 也不一定是非得咬回去 可如果这狗三番两次找存在感 也实在是招人烦 你这贱人 你他妈骂谁是狗呢 可下一秒 舞台上的音响就响了 带过了他的骂声 周恒的声音字字清晰 我马上就到了 你放心 陈宇不知道咱俩的事 他今天过生日 还在饭店跟朋友吃饭呢 我说我工作忙过不去 他这傻子还真信了 你开好房就先洗澡 在床上等我 我去买小雨伞 这条消息 是我在一年前收到的 周恒守华 把该发给唐田的消息 发到了我这边 而他自己根本没有发现 而等我赶到酒店的时候 恰好撞上他俩 躺在一张床上 不足三十秒的语音 信息量却相当的足 唐田的脸已经彻底白了 连发疯打骂 我都不顾上了 周恒脸上也红一阵 白一阵 压根不敢再出声 毕竟这俩人对外的说辞 一直都是分手后才在一起的 两情相悦 一见钟情 语音放完 我示意那女孩可以观了音响 说 大家都说亲戚 这是我原本不想追究 给大家都留点脸面 可我实在没想到 有些人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唐田面如土色 站在原地不敢抬头 之前刚看到我时候的嚣张气焰 早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我说 唐田 你想要面子 想要保住自己的风光 我能理解 也不在乎 但问题是 你不该踩着别人的清白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你要明白 坏事做多的人 早晚有一天会遭到报应 唐田自知理亏 一言不发 从此我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我只想过好我的余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